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多都集中在一家人的门上 保洁人员喷药灭营的同时也在纳闷 这苍蝇怎么会都集中在他们家门上呢 物业公司的人想找这家业主问问原委 可这家业主呢十几天都没见人了 物业公司通过业主的登记信息给业主打电话 可业主的电话已经关机了 物业公司又给业主的单位打电话 没想到单位的人说 此人十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单位也在找他 话说到这儿 物业公司有些警觉了 赶快报了警 当警方打开业主家门的那一刹那 一股腐臭血腥的气魂扑面而来 只见客厅中央的地板上 一个身穿睡裙的女子 倒在已经发黑的血泊里 经过警方勘查 该女子是被他人所害 这个女子是谁 怎么会在自己家里被害呢 经过走访死者的单位 该女子供职于一家大型的广告公司 名叫王晶 今年36岁 单身未婚 是该公司的营销总监 警方通过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 王晶的车这十几天都没有动过 一直停在停车场 警方走访邻居 邻居说 他们跟王晶也不是很熟悉 只是在出入楼道的时候 偶然会碰见 但是邻居们跟警方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在十几天前的夜晚 王晶和他的老公发生了争吵 动静还特别大 老公 这王晶不是单身吗 怎么会有老公呢 邻居们说的这个老公是谁呢 警方走访邻居得知 王晶的老公姓黄 年龄不大 大家都习惯叫他小黄 由于小黄和王晶已经同居两年多了 并且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 所以大家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 通过警方勘查王晶家 发现家里有一些男人的衣物和生活用品 也有王晶和孩子的照片 但没有一张小黄的照片 警方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 发现在十几天前 深夜十一点多钟 一个男子怀里抱着孩子 匆匆地离开了小区 通过邻居辨认 此人就是王晶的老公 小黄 王晶在家中遇害 和他同居的小黄不知所踪 此时小黄的嫌疑陡然增加 这个邻居口中的小黄 究竟是什么人 他和王晶究竟是恋人还是夫妻 他与王晶的被害有关系吗 警方很快调查到 小黄的本名叫黄松涛 今年二十四岁 初中文化 王晶可是三十六岁的 这样算来 王晶整整比小黄大了十二岁 并且王晶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他怎么会和一个比自己小十二岁 并且只有初中文化的黄松涛 同居并且生下孩子呢 这一切还得从王晶说起 王晶出生在边陲小城 父母都是中学教师 王晶从小品学兼优 有着不同常人的追求 王晶一心想走出这个边陲小城 闯荡世界 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高中毕业之后 王晶如愿考入了南方某大学 在大学里 一如既往 仍然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虽然说学业有成 但是王晶的情感生活一直都不顺 在大学里 他的男朋友是他的学长 相恋两年之后 男友早他一年毕业了 回到了北方的老家工作 分别是男友信誓旦旦的承诺 要等着王晶毕业 可是就在半年之后 男友却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一南一北 生活多有不便 并且家里已经给他介绍了 另一个女朋友 他不想耽误王晶 和男友分手之后 王晶特别的痛苦 转眼 王晶也毕业了 失恋的痛苦 渐渐的被融入社会的成熟所取代 王晶进入一家大型的外企工作 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个年仅三十岁的帅小伙 王晶刚进这家单位的时候 他的上司就对他特别的照顾 虽然单位不允许办公室练情 但是半年之后 王晶还是和这位上司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王晶对这位温文尔雅的上司是特别的着迷 他甚至有了辞职来换取 他和上司公开的交往结婚的想法 可就在王晶打算牺牲事业 换取美好家庭的时候 一个意外得知的消息 像一盆凉水一样 浇灭了他那熊熊的爱火 原来这位上司已有家事 王晶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就变成了自己都最痛恨的小三 这一段失败的情感 给王晶本已伤痕累累的情感经历 再添心上 备受打击的王晶很快进入到另一家公司 并且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 然而事业上的风生水起 终究代替不了情感上的空虚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还是倍感孤独 他渴望有一个家 哪怕仅仅是一份关爱 而之后的几段短暂的恋情 却全都无疾而终 渐渐的高学历 高收入 高年龄的王晶 对婚姻已经心灰意冷 甚至开始刻意 回避爱情 可就在此时 他大学的女同学离了婚 独自带着三岁的女儿 来投奔王晶 王晶特别喜欢同学的女儿 还认了甘亲 当时王晶还劝慰同学 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女人不一定非得结婚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陪伴 这样多好 有孩子陪伴 还没有家庭的负担 这不是挺好的吗 虽说是王晶劝慰女同学的话 其实也是他自己内心的 真实流露 王晶心想 自己可以一辈子不结婚 但总不能没有一个 自己的孩子吧 可就在此时 单位组织体检 医生发现 王晶的卵巢功能有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的怀孕会越来越难 听到这个消息 王晶特别的紧张 他想要一个自己孩子的想法 是越来越迫切 情感的数度失败 如今 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都这么难 王晶的情感世界 恐怕真的要彻底灰暗 可就在此时 黄松涛走进了他的世界 偶然结识的新男友 能否满足女白玲 想要生个孩子的愿望 怀胎十月 一朝分明 王晶生下了一个儿子 王晶把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 生下孩子的他 为何一再拒绝男友的求婚 王晶之所以跟黄松涛在一起 只是想和黄松涛生一个孩子 当他使出浑身解数 想要摆脱男友时 他的男友又会作何反应 找人生死 引阔端 正在播出 他和黄松涛的相识 特别的偶然 一个亲戚委托王晶 给来本事打工的黄松涛 介绍一份工作 黄松涛绝对可以说 是一个很好的帅哥 一米八级的大哥 相貌堂堂 可黄松涛的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 王晶就把黄松涛 安排在自己的部门 当业务员 黄松涛特别仰慕 能干的王晶 对王晶几乎是言听计从 生活上还以姐姐相称 而王晶对黄松涛这个弟弟 也很喜欢 工作上悉心指导 生活上的照顾有加 一来二去 两个人关系甚密 王晶生病 黄松涛陪伴左右 就连王晶逛街购物 黄松涛也陪着 在黄松涛的眼里 王晶能干 漂亮 成熟 有魅力 那是他高不可判的女神 直到有一天 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王晶和黄松涛的关系 发生了转变 也让王晶开始了一段 不同于以往的情感生活 一天 王晶带着几个业务员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那天晚上 黄松涛替王晶喝了特别多的酒 最后他醉得一塌糊涂 第二天一早醒来 黄松涛发现自己居然赤裸裸的和王晶睡在一张床上 黄松涛紧张极了 可没想到 王晶没有抱怨他 从那以后 黄松涛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 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王晶 不久 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他们同居了 为了避免在单位造成不良影响 王晶把黄松涛介绍到另一家公司工作 王晶的同学听说他和黄松涛的事情后 非常的惊讶 但是还是替王晶高兴 毕竟王晶的情感经历是太不顺利了 同学催促王晶赶紧结婚 可没想到 王晶却说他不打算结婚 什么 不打算结婚 那么王晶为什么要和看起来与自己并不般配的黄松涛在一起 为人精明的王晶到底是如何打算的呢 王晶之所以跟黄松涛在一起 只是想和黄松涛生一个孩子 并且在他孤单寂寞的时候有一份慰藉 在王晶看来 他不仅比黄松涛整整大了12岁 抛开学历的悬殊不说 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许多方面都没有共同语言 所以王晶不打算和黄松涛结婚 可这一切黄松涛是蒙在鼓里 一无所知 第二年7月 王晶怀孕了 王晶特别的高兴 他跟单位申请了一年的假期 声称要回老家养病 可王晶根本没有回老家养病 因为王晶的父母一直在催促他的婚事 可王晶不打算结婚 如果父母知道他和黄松涛的事情 那肯定要逼着他跟黄松涛结婚 而黄松涛本来就想跟王晶结婚 就向王晶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没想到 王晶推说还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 所以暂时不同意结婚 可黄松涛却准备起了婚事 他回了老家跟父母说了要结婚的事情 没想到父母坚决反对他和比自己大12岁的一个女人结婚 没收了他的手机 还搜光他身上所有的钱物 把黄松涛关在了家里 可黄松涛是认定了王晶的 他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 打烂玻璃逃了出去 和一个同学借了一些钱 回到了王晶的家里 黄松涛原想 这样可以打动王晶 可没想到 非但没有打动王晶 还遭到了王晶的埋怨 王晶说他太幼稚 并且再一次重申 他暂时不同意结婚 因为准备结婚太累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虽然王晶暂时不愿意结婚 但是黄松涛攀上王晶这样的女神 现在王晶又怀了他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放弃这段感情呢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 王晶生下了一个儿子 王晶把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黄松涛的父母在得知自己有了孙子之后 也不再那么强烈的反对黄松涛和王晶的婚事 还好几次提出要来看望孙子 可都被王晶拒绝 王晶的拒绝让黄松涛心里一惊 王晶最近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这让黄松涛感到十分不安 他是真心想要和王晶结婚的 那么黄松涛该怎样做呢 黄松涛说 他的父母让他带着王晶和儿子回家过春节 可王晶却说 我又跟你没结婚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过春节呢 可在黄松涛的眼里 他们已经是夫妻了 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 但孩子都这么大了 这一次黄松涛态度坚决 他声称要强行带走儿子 并且谁拦着揍谁 王晶担心黄松涛做出过激的事情 伤害了儿子 就勉强同意和黄松涛回家过春节 王晶本来就不愿意跟黄松涛结婚 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 王晶不得不开始盘算彻底的摆脱黄松涛的办法 王晶想摆脱黄松涛 但又不愿意让黄松涛引起激烈的反弹 所以他决定 涉局使黄松涛知难而退 女白领生下孩子后 却一心想赶走孩子的父亲 就是王晶给黄松涛的老板打招呼 解决了黄松涛 当委屈求全的男友得知真相 他会作何反应 这个时候 黄松涛气得浑身发动 他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水果糟 刺向了王晶 一时激奔 铸成大错 无辜的孩子 又会怎样 找人生死 隐祸端 正在播出 一天 王晶对黄松涛说 今年我们单位效益下滑严重 而且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少 可孩子的开销 一个月需要五六千块钱 你要是有钱的话 能不能也出一半 没想到 黄松涛吱吱吱吱了半天 没敢应成 原来黄松涛已经失业 其实黄松涛的失业 王晶早就知道 就是王晶给黄松涛的老板打招呼 解聘了黄松涛 接下来 王晶进一步提出 辞退保姆 节省开支 让黄松涛在家带孩子 黄松涛隐忍王晶这么久 就是为了保住他视若珍宝的这份感情 听到这话 黄松涛想都没想立刻答应 黄松涛先想 只要自己和王晶长期的生活下去 把孩子带好 这跟王晶结婚是迟早的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从他成了全职奶爸之后 反而王晶成天找借口挑他的毛病 不是说他孩子没带好 就是说他饭做的不好 这一天 王晶下班回家 看到儿子独自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玩耍 还撕着卫生纸往嘴里塞 而此时黄松涛正在厨房做饭 王晶立刻借口发难 滚 你现在就给我滚 我雇一个保姆都比你强一百倍 又是面对王晶突如其来的辱骂 黄松涛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 他大声的回击 我好歹也是孩子的父亲 我凭什么要滚呢 没想到王晶轻蔑地看着他说 你是孩子的父亲 如果不是我想要一个孩子 你会当上父亲吗 我会养你这么久吗 那一刻 黄松涛倍感屈辱 自己顶着巨大的压力 和比自己大十二岁的一个女人在一起 没想到 到头来只是人家的生育工具 黄松涛摔门而去 他在小区里溜达了几个小时 他想来想去 他再也不愿意维持这种屈辱的生活 他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王晶家 当黄松涛回到王晶家门口时 却意外听见王晶正在打电话 而听清了通话内容之后 黄松涛真是怒不可遏 继而引发一场悲剧 那么王晶到底说了什么呢 原来王晶通话的内容恰恰是 他如何设局 使黄松涛失业 继而羞辱黄松涛 逼迫他离开的 全部经过 王晶说的是得意洋洋 黄松涛听的也是真真切切 当王晶发现偷听的黄松涛时 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是继续羞辱黄松涛 你走了还回来 你是不是个男人 难道想做一辈子让女人养的小白脸 这个时候黄松涛气得浑身发抖 他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 刺向了王晶 一连捅了七八刀 直到王晶倒地没有了气息 黄松涛才被孩子大声的哭喊声猛然惊醒 可这个时候一切都太晚 黄松涛简单地收拾了东西 找到能找到的钱 带着孩子匆匆地逃回了老家 黄松涛的父母知道黄松涛杀人以后 带着黄松涛到派出所自首了 而王晶的父母直到此时才知道黄松涛和王晶的全部事情 在法庭上 黄松涛的辩护人找到了王晶的同学 讲述黄松涛和王晶的情感纠葛 同时提出 黄松涛属于被长期压抑羞辱的激情犯罪 他犯罪的原因恰恰是王晶对他感情长期的戏弄和羞辱 作为被害人的王晶也有过错 根据我国法律 被害人过错责任的规定 应当减轻对黄松涛的处罚 可王晶的父母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 自己的女儿被害了 怎么还有过错了呢 他们要求严惩凶手给女儿抵命 那么什么是被害人过错责任呢 黄松涛辩护人的意见是否成立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法律概念 被害人过错责任 被害人过错责任通俗的讲 就是被害人的不当行为 是引发犯罪或者激化犯罪的主要原因 或者说没有被害人的不当行为 就不会引发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减轻对犯罪人的处罚 本案中王晶在有了儿子之后 他为了摆脱黄松涛 涉局是黄松涛失业 继而羞辱黄松涛 乃至到最后关头 仍然在辱骂羞辱黄松涛 客观上激化了黄松涛的犯罪动机 王晶的系列行为是引发他被害的主要原因 所以王晶负有被害人过错责任 这一点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事刑 因被害人过错 引发犯罪或者对矛盾激化 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 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最后 法院采纳了黄松涛辩护人的意见 认为王晶在处理他和黄松涛的感情纠壳时 再三采取错误的方式 使黄松涛不堪忍受长期的羞辱 激化了犯罪矛盾 最终导致王晶的被害 他作为被害人 负有被害人过错责任 认定黄松涛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案件结束了 又是两个家庭的悲剧 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们的儿子 父母匆匆的把他带到了人世间 又匆匆的离他而去 追求幸福可以竭尽全力 但不能随心所欲 否则只能是自食恶果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人深夜遇见歹徒 危急时刻男人舍身相救 小伙子三拳两脚 将几个社会青年打倒在地 二人互生爱意成为夫妻 婚后却发现了男人的秘密 事发那天晚上 他们几个是被韩智杰雇用的 女人一怒之下提出离婚 不料引发一桩惊人惨案 欺骗猜忌 隐悲剧 明日播出